21世纪的世界格局已经基本稳定 中国的邻国也已经基本确定 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 中国有三个邻国湮灭在历史中 第一个要说的大家肯定都是知道 曾经的世界两大巨头之一 苏联 爆发十月革命的国家 在1922年成立苏联 二战期间的苏联是抗衡德国的中间力量 但是苏联主要依靠的是石油经济 所以当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之后 石油经济的弊端暴露出来 苏联的很多问题得不到完美解决 1991年苏联解体 随之而来的是十多个小国 第二个是清朝的藩属国西津 西津政权是在明朝末期才建立的 西津的文化传承和藏族很相似 鸦片战争之后 清朝无力庇护藩属国 如越南缅甸西津也不例外 1890年被英国吸收为保护国 当时的英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无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1975年完全被邻国吞并 第三个是中国曾经的海洋邻国 南越政权最早是由法国人扶持的 与北越是对立的 但是法国逐渐衰弱 后来南越话语权更多是美国人 后来南越在战争中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1962年美国直接派军队参战 直接投入兵力越来越多 最多的时候有50万人 当时苏联觉得这是打压美国的最好时机 便同时全力以赴帮助北越 长年战争使美国消耗巨大 1973年美国从南越撤军 两年后越南完成了南北统一